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件古老的乐器 它的入门学习竟然是极其简单的 不仅简单 而且优美而动听 我想这也是近几年来不同年龄阶层的人迷恋学习古针的重要原因 那么它也形成了古针无可抵挡的强烈的魅力 以及几千年来永不衰退的生命力 也许你不能置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学会谈古针 没有任何年龄 性别甚至手型条件的限制 我们五分钟内可以轻松的谈会《笑江湖》 三个月我们可以将一些经典名曲 《渝州畅晚高山流水》熟练掌握 我想作为爱好 在我们学习的每个阶段 你会相当的有成就感 在这样一个繁忙喧嚣的城市当中 我想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的学情都有一个不同的定位 我觉得我们不必要仰望专业和高深 而让自己望而却步 准确和平和自己的一个学情心态 那么就能轻松的赢得一份有追求有境界的人生 因此习情不再高难 陶冶心静 修生养性便是极好的 我来帮你学习 我想帮助你学习的最重要的途径 就是为你打造一份轻松实用兴趣盎然的教材 它必须颠覆以往 学情神秘高难复杂的心理障碍 简化我们的入门技巧 强化我们入门的简易 甚至将一些高高在上的经典名曲 果断的简化 并且融入大量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歌曲的曲调 让我们能够轻松快乐的学古增 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一生和音乐相伴 和这样一件有品味有深度的乐器相伴 那将是一份多么美丽的人生 好 接下来我们暂且把迫切的 想要学习的心情放一放 我们一起来体会感受一下 在未来的课程当中 我们将要出现的古增的音乐 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代表乐曲 《渔州畅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是这首深入人心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是大家喜爱的民歌歌曲《流洋和》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大家熟悉的《瑶族舞曲》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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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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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出水莲》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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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水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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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